各位来宾,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分享一下 我这个一二十年来的这个临床经验 尤其是近年这个十年的这个自然医学经验 那我本身是这个西医医学系毕业的 那我现在做自然医学 就是说完全不开药 不开药来治疗疾病 可是我以前是民国公元1980年毕业以后 我是做这个重症 加护病房,外科,麻醉科 急诊科还做了十年 那可是我最近就十年来就转做自然医学 那以前我看急诊 看一些重症,加护病房 现在做西医,做自然医学也是做重症 你们会想说重症怎么样有办法用自然医学来治疗呢 今天就是讲的这个重点 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AI人工智慧医学 哇,AI MAT 以后这个是我们我们的商标 AI MAT 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医学 那么我们今天看下去就会看到这个一连六集 差不多算起来应该有四个小时 当然以后也会分开一集一集 可是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全貌 是应该要由第一集看到第六集 会花掉你们可能要四个小时的时间 好,第一集就是等下讲AI人工智慧简介 第二集就是讲肠肺脑漏 后面一个附带的议题就是说 边防洞开,风火漫天 所以肠肺脑漏就是所有疾病的源头之一 再来就是提到青分子医学 氢气氮不是会爆炸吗 北韩还在试氢氮 那我们氢气可以拿来做医疗吗 事实上是可以的 日本跟中国已经在合法化了 我们台湾还要努力 第四点就是奈米光能热疗 奈米好像也很热门 事实上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做奈米光能热疗呢 因为它会逼我们的细胞呕吐 把这个里面的毒素酸跟G5G全部都排掉 第四呢 第五呢 就是讲这个生酮饮食 什么叫生酮 我们也会给一些基本的定义 当然不可能讲得很深今天 那生酮饮食的目的呢 就是要降低自由基跟酸的产生 第六集呢 就是讲到这个中道自然医学 医学不偏中西 不是中医 也不是西医 是另外一种创新的医学 所以说我们不要管中医西医 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黑猫白猫都可以 最主要要把疾病治好 不是说我给你吃药 我给你开刀 开完刀好不好是你的事 不是这样 这个整个 这个要改写 那么我们第一集就是讲人工智慧医学 简介 我们这个人工智慧医学 我有一个开放的密码 叫做KDH2B3CTIGG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后面还会一点一点的在讲 所谓密码 就好像是这个阿里巴巴 这个天方夜谭里面 有一个人叫做阿里巴巴 不是现在的阿里巴巴 马云是古代的阿里巴巴 他有一天看到一个 一伙盗贼 他跟过去 看到他们叫这个芝麻开门 当然不是讲中文 英文叫Sisami Open 我想那个是翻译的 那他讲阿拉伯文 怎么讲我是不会 芝麻开门 然后就哇 仓库就打开了 然后等盗贼走了 他就把东西财宝都放进去 大姐走了以后呢 他也是讲同样的话 哇真的开了 然后呢 开了以后呢 他拿了一些东西出来 就没有人会相信他 当他是疯子 今天我也是这种方式 就是说 我把密码告诉大家了 可是很遗憾的 几乎没有人会相信 非常非常少 一万个里面找不到一个 跟城市开密码开放 也没有什么用 注意谁的人不多 好 那我们为什么会做人工智慧医学呢 因为百病同研百病同疗 所有的疾病只有一种疗法 就是把酸跟自由剂排掉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我现在开始 这个委托这个机器人 就是说不用请很多员工 找这个机器人来回答问题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百病同研 大家看上面这些疾病 你过敏 肢力神经失调 然后神经退化 精神疾病 代谢症候群 免疫失调 自体免疫疾病 癌症 这个癌症要看癌症的意思吗 自体免疫要看风湿免疫科吗 代谢症候群要看这个新陈代谢科 脑神经退化 精神疾病看精神科 脑神经科 自体神经失调 看你失调在什么科 眼睛失调就看眼科 胃肠失调就看胃肠科 过敏的话 就是看风湿免疫科 或者皮肤科什么科这样 那在我的这个人工智慧医学的范畴里面 全部一桶江湖 不用看各科 只要看一科 叫做人工智慧医学科 那么看病的人 可能就不是医生 可能也不是药师 不是检验师 不是护士 是机器人 这样知道吗 那怎么看病呢 他就跟你测量说 测你的尿 看你的尿有没有碱性 有没有酸性 是不是碱性 碱性的话就表示你的酸 没有油细胞里面排出来 酸没有排出来 自由基就没有排出来 那么所以说所有疾病的原因 都是酸跟酸跟自由基累积过多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等下会再交代 那么我们的生酮饮食 就是减少氢的酸的发生 氢气是排酸排自由基 维他命C有它的作用 后面会再提 还有奈米光能治疗 这个就是用760nm到1400nm不可见光 让你的体温提升到39度半到41度 把这个鼻里面的细胞再呕吐 把脏东西都吐出来 把成年累业吃的药 累积的药 肋骨全部吐光光 还有就是要修补肠肺脑漏症 这个是一个简介 那么我们今天 这个人工智慧医学 AIMD最能够存在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有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细胞内的酸减值 那么这个是细胞里面的物质 比方说细胞里面钠很低 外面钠很高 外面的钠很低 钠很高 内外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可是它的osmolality 就是渗透压是一样的 281都是一样 那么酸减值就是不一样 酸减值 里面是7.2 一定要恒定 就好像我们体温 一定要37度刚温 那么我们的舌下温 是36.8度C 正负0.4度C 这个叫正常温度 那么你不正常就要发高烧 发烧 或者太低也不行 太高也不行 就好像你一个电脑室 你应该放25度的 你放了40度 50度就会当机啊 零下也会当机啊 对不对 那么所以我们所有所有的核心 就是要维持你细胞里面的酸减值 跟细胞外的酸减值的恒定 那么这个就跟氧化还原有关 有关 因为我们身体的一些反应 就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 那么氧化还原反应 发生在哪里呢 发生在细胞 我们有60兆个细胞 那么一个细胞里面有1000到2000到3000不等的立腺体 看不同的这个 这个叫做器官 细胞不一样 那么这个立腺体就是很重要 立腺体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引擎 车子有引擎 飞机有引擎 那么我们细胞也有引擎 只不过我们一个细胞引擎 就是一两千个两三千个这样 所以我们细胞 如果不能够我们的血液 你抽血 像我本身是急诊医师 以前我们说 哇你这个抽动脉血低过7.35 高过7.45叫酸减中毒 低过7.35叫酸中毒 有呼吸性跟代谢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酸排掉 就好像你家不能够没有垃圾 没有丢在存在家里 那么我们酸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吃东西 如果没有吸收就变成大便 那个叫做浪费 那么你吃下来 要怎么样排掉 就是膀胱大部分 当然要有胆道等等 所以说膀胱是一个垃圾桶 你门口的垃圾没有垃圾 垃圾桶没有垃圾 那么你的垃圾就堆在家里了 那么我们身体新陈代谢 会产生很多这个酸性物质 看一下 很多酸性物质 很多酸性物质 有铜酸乳酸尿酸草酸草酸 柠檬酸 那么所以我们的尿 一定要5.5以下酸减值 大家知道中性是7 那么如果你的尿到中性 就很麻烦了 一定要把它降下来 那当然我的解释 这个尿的酸减值存在世界 已经有上百年了 百多年了 可是大家都认为说 尿的normal range 算简直ph5到9 都是正常 我不这样认为 我的经验告诉我 正常值一定是这个颜色 红红的 或者黄一点 5.5以下 那么到这个89 大概都有问题了 什么人会89呢 就是睡不好 癌症 智障 精神分裂 各种重大的疾病 都是尿很减 这个是我临床的这个经验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左边 这个 这个左边的这个尿 这个是正常的 你看它的尿里面 有减性物质 因为ammonia 蛋白质代谢的是 ammonia跟水溶性的ammonia 它是碱性的 那么其他的就是酸性的 酸性的 所以一个人的尿 一定要有酸有碱 没有酸 绝对不行 像这个人 生病的人 酸累积在细胞里面 累积在细胞里面 所以它尿是碱性的 那么这个人就生病了 这个就是我所有的核心 那么如果说 我们身体里面有两种 比较代表性的物质 酸它不是一种化学物质 它是很多很多 上百上千种化学物质的 一个总体的表现 因为一个物质 它不是酸就是碱嘛 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叫做自由基 Free Radical 那Free Radical有没有办法检验呢 事实上是很难检验 因为它存在我们身体的时间 只有10的-9分之一秒 一发生就没有了 0.000一秒都不到 那么怎么样检测呢 这个是自由基 让我们身体受损以后的代谢物 那么你这个代谢物越红就越高 我们把尿 你的尿 我们的尿 病人患者的尿 放在这个瓶子里面 就会出现十种不同的颜色 123456789 越淡表示越少自由基 越高表示自由基 越高 所以说你们自由基很高 不要伤心 自由基很低 不要洋洋得意 说我自由基很低 为什么呢 后面还会说明 那么这个细胞 一个细胞 它有一些高耳机体 什么很多东西 我们就不想说了 那么它会排泄废弃物 你有肛门尿道 细胞也有肛门尿道 如果你这个细胞膜不好 这个肛门尿道就不通了 这个细胞膜就是油脂做的 所以油脂吃的不够 人很容易酸中毒 细胞累积在身体里面 那么我们讲 细胞内酸中毒 会产生什么疾病呢 就是第一 过敏 第二 肢力神经失调 第三 脑神经发炎 第四 代谢症候群 第四 免疫系统叛变 第六 癌症 想想看 好像没有疾病 不是酸跟自由基引起的 当然有 车祸 外伤 那绝对 跟自由基无关 那么我这个观念 不是我创新的 各位如果记忆 还没有退化的话 你就知道 1931年 诺贝尔奖得主 他就说 Intracellular acidosis 细胞内酸中毒 是所有的 是癌症的源头 因为你的细胞内 不是7.2 太酸了 那么正常的细胞 活不下去 它就会突变 变成喜欢癌的 喜欢酸性的细胞 不喜欢氧气的细胞 做厌氧性 呼吸 所以就产生癌症 这个诺贝尔奖得主 他得到 当时 人家好像不是很相信他 所以他也不是很得知 那么 经过37年 他还是说 不论癌症的原因是什么 是PM2.5 还是时眠 还是 多什么东西 还是病毒 他最后一脚就是酸 没有酸的话 很多癌症的原因 都不会发生作用 那么一直到了2012年 就有一个医师 他写 Cancer as a metabolic disease 癌症是一种新陈代谢疾病 是的 绝对绝对 百分之百是这样 那新陈代谢失常 就会产生酸跟COG 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否定的 没有西医医师 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否定的 所以说 我们治疗的 都是不治之症 曾经有人说 什么叫做不治之症 吃药吃不好的 失眠 一直要吃药 那叫不治之症 对不对 好 高血压 一直吃药吃药吃到老 也叫做不治之症 就是说治不好的 我给你吃 吃药 吃好了 不用吃了 那个叫做治愈吧 如果一直吃叫做不治之症 知道吗 过敏 一直过敏 过敏 过敏了一辈子 那个也是不治之症 治不好的就是不治之症 我们是这样定义 治不好的 没有办法痊愈的 那么大家看这个 这个正常人 这个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正常人健康人 如果你的尿 正常人健康人 这个亚健康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尿 是碱性的话 就不健康了 代谢症候群 大家都知道 癌症 所以这些疾病 正常人要维持 亚健康要矫正 变成正常人 代谢症候群 那么矫正到正常人 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那么癌症 要变成正常人 几乎也不大可能 我们的能够做到的 只是cancer free 代谢症候群 大概让你不要吃药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立腺体 立腺体有很多 很多树木很多 他们都可以代谢葡萄糖 燃烧脂肪酸 燃烧氨基酸 氨基酸通常它不可以 当成能源 我们当成能源 的就是葡萄糖跟氨基酸 那么所以说 这两个是我们的燃料 葡萄糖它品质比较不好 好像我们烧柴油 会产生很多废弃物 很多酸 那么这个脂肪酸呢 就等于汽油 酒精 当燃料 或者是瓦斯 这个天然气 那么这个氨基酸 千万千万不能拿来当燃料 这个以后我们会说明 那么一个人 如果立腺体坏掉 疾病就长出来了 所以我们心 你加油加不对 本来后面还会提到 你这个脂肪占能量来的40% 蛋白质10% 这个 淀粉50% 这个叫正常 可是很多人都吃不正常 不正常饮食 淀粉吃太多 100% 蛋白质吃太多90% 或者油质吃太多 反而不会生病 这个我们要强调这一点 那么一个车子 一部车子 你的该加柴油的 你加到汽油 该加汽油的 加到润滑油 不坏是很难的 还有你们一定要按照比例 后面才会提 所以我们 我们这条疾病 现在变成很简单 已经可以用机器人看病了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病 都是要把酸跟汽油剂排掉 所以说你看 我们很多人会失业了 因为看病不用医生 AI 什么叫AI 很好的事情 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以后律师会失业 现在很多 营业证券员也失业 证券那个股票营业也失业 也会计师也失业 以后这个车子都电动化了 司机也失业 怎么办 这个是时代的趋势 我可以在这里宣告 医师失业的日子也快了 因为为什么呢 有王清光在 有我在提倡 我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倡 AI MED 人工智慧医学的人 其实我不是昨天才想到的 我20年前还没有AI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我写了几百万字 我的软体剧本都已经写好了 今天只是拿来应用而已 所以说我们应用的三个主要的工具 就是说第一你一定要做合理的这个燃料的车子 燃料加正常 如果已经不正常了 你就要吃不正常饮食 叫做生酮饮食 再来呢就是氢气 氢气它可以进到细胞里面 氢气的分子量是2 氧是32 氧可以进到细胞里面 氢气也可以氢气进到细胞里面 就跟氧结合成水 水就把你家里的脏东西排出来了 那么奈米光能治疗 它就是把你的舌下温度提升到39度半 41度C 因为我们人可以耐高温 耐43度的高温 不会怎么样 时间不要太长 那么到45度很多人就会死亡 会恒温积溶解等等 那么如果我们热到41度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危险 当然要看病人的情况 那么你热下来细胞就很受不了了 就会把脏东西吐出来 就好像你买了市场买了一包蛤蜊 你如果直接就煮来吃 你会发现好多沙 你把它加一点盐巴进去 淡水的 加点盐巴 它就一直吐一直吐 把这个酸跟自由基吐出来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疾病的人 重症的人 我们要找到他的排酸排自由基的黄金胶塌点 其实说这个人 他这个尿是8 很简 不对啊 他就吸7 吸到5 你看8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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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排 到后来就没有酸好排了 家里垃圾丢光了 又回到7 那么这个 这个自由基呢 你看也是排不出来 它到最后又排出来 排到又没有了 所以我们这个叫黄金胶塌点 我们常常跟患者说 来来来 你来排一下 你的身体这么毒 你没有排到黄金胶塌点是不行的 就是说 我要派你家里面 成年垃圾很多 住了好几十年 家里面有丢垃圾 仓库里面都是垃圾 我派一个工人大军 来帮你倒垃圾 清干净 以后你每天在自己慢慢倒 好 就像这个人 他 你看左边 他是说 干险 十岁开始长干险 长到三十五岁 有没有二十个多年 他的这个 你好 你看 他算减值是8 是8 他没有自由基 他做了以后 吸的清气以后 我们请他到这个保健馆去吸清 吸的呢 再回来我们诊所做检测 那么他的这个尿 8变成7 他说 你们不是说 自由基 白色的这是没有吗 为什么我做完了 反而变多 你们怎么了 他很生气 我们的护士就被骂了 骂了 我就看看 我说 你的膀胱是垃圾桶 垃圾桶没有垃圾 我把你垃圾丢出来了 他就知道了 所以每个人一定要把你的垃圾丢光 我还有讲这个情绪障碍 有一个病人 他13岁 一直想自杀 男生 长得很斯文 很漂亮 男生不能讲很漂亮 讲很英俊 13岁 高高的 170公分 就13岁 他一直想自杀 他没有 他人际关系也很好 其实每天就觉得 妈妈我很烦 我不想活了 这样 不想活了 他企图自杀 好几十次 所以他妈妈都不能上班 每天跟在旁边 看他会不会自杀 这样 他就 我们就跟他排 你看 他的尿是 7.58 为什么会这样变 等一下跟你们讲 你看8变7.57777 好了排到 排到5.5 就排干净了 他排到这个 第一次 一个小时候 他去保健馆再回来 我们跟他咽尿 哇 发现他尿怎么这么多自由基 我就问他说 小朋友你感觉还好吗 他说我现在好快乐 哈哈哈哈 一直笑 一直笑 他妈妈觉得这个儿子好像中邪 怎么会这样 你不是吸的什么气 那个没有毒 怎么会 吸完就 就不讲话的 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他说妈妈我好快乐 我好快乐 一直抱着妈妈讲话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治疗的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精神病人 很多人说 一个小时天堂 第一道天堂 突然间眼睛看不到就看到了 他有一个老人家 他说他黄斑步病变 看不到 看到人家的脸都不不不 人都看不到 人看不到 吸完 他回来 我说 这日你看有没有 有哦 日控日 我说那吸之前看得到吗 不可能 八十多岁了嘛 又是台湾人 就马上看到了 还有人说 我吸完 我眼镜忘记带回来 我刚才看不到 我闪光 现在都好了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还有热了 就是把你放在后面还会讲到 今天这一篇只是讲简介而已 把你放在一个舱里面 这个舱当然它会换换换一些东西 让你不会接触到前面一个人的这个 这个汗水 这里面会 会积汗 你看 有一个人 他汗是这样 正常人是这样 透明的 汗也是透明的 这个人 他的汗是乳白色的 牛奶色的 他就是这样 你看 自由基 这个人 牛奶色的人 尿里面没有自由基 酸是7.5 吸的就排好多自由基出来了 我们讲细胞 吼度 汗也很多自由基 这样 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么 这个 我为什么会有动力做人工医学呢 这个就是很多方面讲起了 那么最大的原因 就是说我这个人 从小生活在这个森林里面 好像泰山一样 爬树 跟猴子一样爬树 然后就吃这个 有一点像里面看的那个生存游戏 这样 就是 反正野生 野生品种 我念台大医学系 念到觉得还蛮无聊的 念那么多东西 后来开业 我每次觉得 有可能吗 我要加上那些药就可以把疾病治好吗 我每天守在那个诊所里面 我觉得我好像卖槟榔的 这样 就开药嘛 每一个病人就开药开药 申请健保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难道就是我们医师的宿命吗 我一定要做到老 做到退休吗 我就很怀恨 后来我就改做急诊 我本来是外科嘛 开大刀的了 那么改做 后来就去开业 觉得开业比较轻松 我觉得好无聊 无聊我就改做急诊 我在一个教学医院 当急诊医师 当了十年 这个时候就灾难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急诊你们知道吗 人不够 常常有些人没有来 我曾经啊 有一个礼拜没有睡觉 一个礼拜乘24小时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发现我头晕 我一咽小便 我的尿是饭前五百 空腹五百 正常是一百以下 对不对 好 我以为那个 那个叫做 测那个 测那个叫什么 糖分的那个机器坏掉了 一定是坏掉吗 我都没有糖尿病 怎么会血糖那么高 后来我就找家后病房 那个测 奇怪每个地方都一样高 我想那我真的是有糖尿病 后来我就去抽血 验 我的糖是超过一千 验不出来 我的糖患血色素 十三点五 正常是六 我想怎么了 后来我就吃药 后来没有效 打胰岛素也没有效 那很可怕 吃药 病人生病 开药没有 吃药没有效 打胰岛素没效 那是他的事情 那我呢 我等死 因为糖尿病大家知道 就是后遗症 就是瞎眼 截止 洗肾 我就不甘愿 就找很多方法 这个是我促进 这个人工智慧医学的 一个最大的动力 就是找到了一个原因 比方说我今天早上我就喝了油 生通饮食 中午我就吃蔬菜 晚上就喝油 就是吃了叫做过了不正常的生活 因为我以前就是胖到九十公斤 又熬夜 我们当急诊医师 大家都知道吗 血汗劳工 就是这样 就把身体搞坏了 我妈妈生十一个小孩 每个到现在身体都很好 我大姐八十几岁身体也还不错 其中有一个身体最不好的就是我 当医生的身体最不好 熬夜熬坏了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医生 急诊医师长根的 一个月十五十万 有很多 他们用命换来的 知道吗 我们外科医师 他的寿命比一般人少十岁 你们要记住 如果有小孩子千万不要当医生 当医生也要做自然医学 所以说我对这个AI人工智慧学 未来的厌警 就是说在未来 未来是多久不知道 如果我没有暴毙的话 因为我这个人是不会自杀的 我也没有做什么危险运动 可是有一天我横尸街头 那我就没有办法推广AI人工智慧医学了 什么原因会死亡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该活到一百岁 我现在七十 那么大概不知道几年 有可能五年 有可能三年 有可能十年 全世界除了少数急诊跟外科 慢性病是不必再吃药的 各位现场的都是要几要死 我看你们也考虑要专行了 还有癌症的治疗方法 目前我认为是我不批评人家 因为我不是癌症医师 那么我的癌症病人都是挨墨的 就是化疗放疗做完 我都给病人选择 我说我没有再主动去治疗癌症 都是病人说 我现在做按宁病房 我偷偷跑出来给你看好不好 我说好啊 有的医生说 医生说你活不过一个月了 想办法办办后事吧 他才来的 所以我们都是看的都是人家说已经放弃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得罪什么人 不过如果健保听得下去的 这个当然很多很多律法程序 如果健保局 比如台大阿长根 所有的医学中心都采用我这一套 人工AI智慧医学 那么健保一年要5000多亿 可能2000亿就够了 健保不会亏损了 可是有一个大量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医生会失业 医生失业了其实也没有关系 改做自然医学 改做人工智慧医学 那么精神科失业最快了 因为我曾经写过一本 精神神经疾病不要而已的书 我不承认人有精神病 后面还会提到 还有内科医师 代谢症候群也不要吃药 高血压糖尿病不要吃药 病人问我要怎么治疗 我说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糖尿病根本就不用吃药 那卫生局也是常常找我麻烦 他说王医师 有的人剪辑你 糖尿病不吃药不打针就会好 那就是胡说八道 好就开罚单 我罚单很多 就是我不怪政府官员 因为他们是行政 二法也是法 他们还是要罚 那么我就跟他们打官司 就是一审二审三审 上诉最高法院 到最后就来告这个开单的医师 卫生署长 因为我们做黄浩钢 也使了72个劣势 要搞革命不是那么简单 要付出代价的 那么我付这个代价 已经很少很少了 那么台湾呢 你不要看台湾 以为台湾很落后 没有 我告诉你们 台湾会成为全世界 人工智慧医学的领头羊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往前逛灾 整个世界的这个 这个人工智慧医学 是我在带头的吧 知道吗 那么所以 我希望这个西医中医 我创的这个人工智慧医学 不要排斥我 好好跟我做朋友 更不要告我 不要买枪手来杀我 我是说药厂 因为以后台湾的医师 会行骗全世界 会为这个人类的医学 很多的贡献 那么我们当然不去很商业化的 事快的讲什么事情 不过如果你能够台湾的意思 都能够行骗全世界的话 它的这个产值 可能就是鸿海加台积电 各位可能上兆的产值 所以说今天呢 这一章这一集 也讲了很多时间了 就是说人工智慧医学 其实很简单 机器人 所有的治疗方法 都导向一个方法 就是看病不用再分科了 今天就是我要分享的一个 这个 第一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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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